今天我们特别来关心新一届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 这一次举行的时间点是若在10月22号到24号这几天 在俄罗斯的克西安正式的开场举行 这是金砖国家去年出现历史性 当时他们做了一个扩原的动作 之后首次的一个举行峰会 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特别在这次峰会上面表示 今年是大金砖合作的开局之年 金砖国家确实是在进一步扩原了 特别是在几个重要的地点 包括了中东北非跟东部的非洲国家 这个版图都在扩张当中 最重要的是这些国家都拥有石油天然气等等的生产跟供应 都是这些重要的大国 这一场峰会对于俄罗斯来说也是特别的重要 因为俄乌战争爆发之后 西方不断的透过经济上面的制裁 切断俄罗斯跟全球银行体系的联系 外交上面大家也看到了西方的动作非常的多 阻断了他国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特别来看俄罗斯有没有透过这场峰会 也就是身为主办国 有深陷在乌克兰战争里面失去主办的光彩 受到国际的关注度下降吗 那普丁到底有没有从现在来看 有没有被国际给鼓励 请华干哥来帮我们看 其实我们要注意到 金砖四国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 2001年的时候开始 那其实后来马上就加入了南非 变成金砖五国对不对 那到现在2024年的时候 今年是正在就是说 他们非常想要扩大这个金砖的这个系统结盟 然后有伊索皮亚 埃及 伊朗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就刚才施明讲的 有一些产油国 为什么这些国家是不是就会进 就是说加入了金砖的系统里面 你要知道 那个普丁他一直在讲 讲一件事 他就是说 全球南方与 对抗美国领导的西方 这句话 这句话其实习近平他也非常 非常同意 就是说全球南方 来对抗美国领导的西方 就是金砖国家 他们想要扩展他们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所以为什么 我刚才讲了八个国家 对不对 九个国家 但事实上今年参加金砖 大金砖合作年会 有足够几个国家 有32个国家 这32个国家 他加起来所有的全球的经济产出的占比 超过35% 那你觉得普丁有被孤立吗 当然他在这上面 他还有很多问题要讨论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这其实你要知道 他们现在最想要达成的就是什么 达成就是一个货币的通行 因为其实大家就知道 美元在货币依然是强势的 对不对 那金砖体系的国家里面 你说就算是合作对象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使用单一的货币 因为光是用人民币 第一个反对是谁 印度 印度就反对 不可以 怎么可以用人民币呢 那卢布呢 卢布本身就不是强势货币 所以在货币的问题上面 其实这个东西非常重要 你可以在AI领域产阅各方面 晶片各方面都有合作 可是在货币的通行上面 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其实金砖国家 他们要努力的方向还有很多 可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还是什么 普丁要借这一次的活动 浮显说我们俄罗斯没有被孤立 可是国际观察家重视的是什么 重视的是中国跟印度的关系 因为中国跟印度才是 他们都是创始的金砖会员国 但他们发生了争执 对不对 那这一次会不会在政坛上 就是说在这个论坛里面 为期三天的这个多达17次 普丁说我要召开17次会议 17次这么多会议里面 哪一个会议最重要 当然就是习近平跟莫迪的会面 为什么 因为听说他们要握手 听说他们可能会 这个有更进一步 没有讲到和平协定 但至少有讲说 有比较具体的友善的那种 解决边界争执的那种方案 已经出来了 那个观察家跟西方记者说 我们都会去 为什么 大事 全球的大事 就是中国到底要不要原谅印度 印度到底要不要低头 跟中国签订这个和平的草约 或是潜约 就是在这个 喀山举行的这个峰会上面 其实最被重视的是中国跟印度 而不是俄罗斯 好 确实 如华干哥所提到 接下来大家最关注的 其实就是习近平跟 这个印度总理莫迪之间的 这场会晤 到时候 双方会如何来做沟通 那关系又会如何走 这次习近平主席 特别在这个峰会上面 会晤了这个普丁 那他说呢 非常的高兴 来到克尔山这个地方 那我们也做了一个报导 说呢 中方将会阐述 推动大金砖合作的中国主张 引领全球南方国家团结 普丁说 保障全球稳定 应该加强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来确保公正的世界秩序 那他们也提出了 画面上我们看到 大金砖合作一共四个目标 这当中包括说要一起来实现安全和平等等 好 确实哦 这一场峰会最大的重点 亮点 就是接下来 这个总理莫迪跟习近平主席将会来做会晤了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印度跟中国的纠纷 渴望在这个时候可以理平吗 外交上莫迪如何在美中之间要取得一个最大的利益 我们现在看到金砖国家 是不是开始这32个国家 刚刚我们看到了 接下来会一起来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这种单极霸权吗 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很难 我首先介绍一下整个金砖的历史 原来叫BRIC 就是没有南非 2001年 那个时候大家回想一下 那个时候的气氛很好 金砖国家后来加上南非的话 就是BRICS 变成复数了 那么其实气氛也都不错 扩容是什么时候 扩容就是扩大成员 那这个扩容大概是去年才搞的事情 那今年的话又要开大的事情 就是这样 那么我觉得金砖国家这个接下来 到了20多年来出现了很重要的转变 第一个的话 就是中国的整个地位在金砖峰会里头 是扮演了绝对关键的角色 那俄罗斯的这个地位的话 就是反而下滑 因为俄乌之间的冲突 那第三点 印度离心离德 就是其实印度要是申请退出的话 那所有的人都会非常高兴 但是印度都不会退出的 所以你这边讲到这情况 那这一次的话 我觉得现在金砖峰会 它有点像上河会 有点像一带一路 就是以中国为主角 或者巴西的罗塞夫的话的金砖银行 他都住在 他就是住在这个大陆 所以你就可以了解到 就是说 这个是大陆非常重要的一个舞台 那么基本上做多 因为这个习近平到克山区的时候 他讲了几个方向 一个全球南方 金砖国家的合作 还有一个讲到多边主义 我真的多边主义来讲的话 我觉得他这个话讲得非常非常的得道 为什么 因为原来的话 美国人从来没有说这是一级的社会 但是美国人会强调说让美国再伟大 让美国再伟大 就是要建立新世界秩序 那俄罗斯当然很不高兴 俄罗斯非常讨厌 因为俄罗斯里面强调Brick's Pay 他愿意做一切的牺牲的话 目的就是要让他自己被踢出SWIFT的感觉 的那个痛苦指数要减低 俄罗斯是能源大国 现在金砖国家里面包含了沙特什么 也都是能源大国 那么他觉得他发挥的空间下很有效 那大家都知道全球南方为什么提出来 因为全球南方目前为止的老大 钞票多的就是老大 那肯定就是中国 那印度本身的话 对于Brick's Pay的话 就是很吃味 就为什么不用我的卢比呢 那么一定要印度用卢比 我不晓得能买什么 但是你要用这个人民币 可以买新的车啊 买无人机啊各方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金砖国家的内部 没有像想象中那么团结了 嗯好好好 里面可以可以说大家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不过我们来看到几个中东国家 跟南美洲国家 针对加入金砖国家 现在开始也有一些些的变化 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巴西哦 鲁拉在10月19号在家中跌倒 所以有一些受伤取消参与峰会 接下来会说视讯来参加 那几个这个本来要加入金砖的国家 我们带观众朋友回顾 2023年当时说中东国家的伊朗 沙吾地阿拉伯啊 还有阿联酋 埃及 伊索比亚跟南美的阿根廷要加入金砖 在今年1月1号正式生效 不过在生效前两个国家出现了变数 第一个阿根廷他总统换届了 所以新当选的总统米雷伊 他突然间宣布 我不加入金砖了 再来是沙吾地阿拉伯 也公开表示 虽然他们接受金砖的邀请 但最后他们还没有做出一个最终的决定 好我们看到这几个国家态度上开始出现变化 第一个巴西总统鲁拉 他说他取消出席金砖峰会虽然是身体的缘故 但是确实是巧妙避开了可能来自西方的压力吗 另外两个国家沙吾地阿拉伯阿根廷都是有其他的理由决定 可能不会加入是怕美国吗 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第一个巴西是左派政府 他现在这个鲁拉在20年前在位的时候 那个时候小布希当总统把这些伊朗 还有北韩古巴都说是邪恶轴心 然后后来又变成叫做暴政前哨战 他在说邪恶轴心的时候 这个巴西总统就说我们巴西跟古巴跟委内瑞拉 是善良轴心 所以我不觉得说他需要避开委内瑞拉 左派的都是左派政府 唱和得很好 尼加拉瓜就是被邀 他说尼加拉瓜也是左派政府 所以鲁拉我觉得绝对就是身体的因素 我们真的不要 不要乱抄 看到黑影就开枪 绝对不会是 但是我觉得今天看到阿根廷的状况是不一样 因为去年真的是 我们看到他的总统在选的时候 就是要给有点是那种市场经济 右派的经济的一个要给强行增 意思就是过去这种补贴什么都没有 那他上来之后造成很大的民怨 可是现在看起来好像要好一点 那很多人会说巴西跟阿根廷关系不好 所以说不愿意看到阿根廷 你们两个都已经同时进了G20了 也不必耐闹了 印度我觉得确实 就是说他今天可能会觉得这个 这个我们讲共同的货币 不用这个卢布可能会觉得有一些难过 可是他们用的也不是人民币 你用那个Briggs 其实我那时候帮他已经找好了名称了 叫做Nugget 就是金块 就是丹佛金块对那个金块 我说多好听 你们叫金砖五国 你们的货币叫金块 他们没采用了 很可惜 可能离金块一段距离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他们至少就说 有一个平衡了 那我觉得这个场合 我同意袁老师讲 但最重要是普丁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要制裁我 我照样在这里办一个大活动 然后让俄罗斯人民看 我们没被制裁到 是好 谢谢袁老师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地人政治 内争之间 战略价值 产权崛起 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 共新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带动 全球观点 尽在环球发展前